针对87岁以上长者施打新冠疫苗 高雄市政府采取日本余美丁市的接种法 开打第一天因为人潮众多 动线较为拥挤 所幸市长陈其迈实地勘察 当场只是获得立即的改善 高雄市议员佟彦珍表示 既然是仿效日本应该要彻底的执行 我们都说要采用日本的余美丁的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学个半套 余美丁的方式 它的确实的实施方式 是确实要排成一排排一列的 然后大家保持一个兼具 施打的人是用坐着的 不是站着的 我们是用站着的方式施打 所以你在施打过程里面 可能就会影响到时间 或者是打的人他会很累 那用坐着方式有什么 坐在车子上可以用推的 一个人推他这样子速度很快 所以在日本50万人 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面 可以打到100万人 另外按照卫福部公布 各类公费疫苗接种的对象 高雄市议院国民党团日前就建议 将保全 易锦销列入优先施打的名单 而现今各级学校都停止到校上课 但是幼儿园却不得拒绝家长将孩子送到幼儿园 这个规定让幼儿园的老师成为全国唯一必须面对群聚感染风险的教育族群 幼儿园的老师是第一线要接触孩子跟家长的 那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去注射这个疫苗的话 其实他们也曝露在一个很危险的环境当中 因为你既然不能拒绝 那你怎么知道送来的孩子或者是家长 他们有没有感染到或者是无症状的状况 他们是没有办法判断 幼儿园人员被排在疫苗接种对象的第七类第八项 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在疫情期间承担起政府交付的任务 希望政府也能够给予相对的保障 能够优先且尽快的施打疫苗 让他们能够更加安心的执勤 记者赖昌帮王慧宏高雄报导